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赶快进来 各位朋友 睡觉了没有 十点钟了 应该没有这么早睡 对不对 今天我本来是打算要早睡的 因为这几天都一直在拍戏 又拍节目 有点累 不过呢 有一个人呢 突然间来敲我家的门 那我就看是谁 后来就觉得他蛮可怜的 因为他放工 连uniform都没有换 就来找我 我有一点感动 又有一点生气 人家要睡觉 刚刚盖背而已 刚刚开空间 他就叩叩叩了 后来开门是他 没办法 对不对 大家都是朋友 就开门给他进来 他进来 我问他什么事 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口很渴 我吓到 他来我家只是要一杯白开水而已 就是要一杯白开水 我说我家的开水比较好喝 他说他没有钱买矿泉水 可怜哦 做一个医生做到没有钱买矿泉水 你看可怜嘛 好吗 Dr Sam 欢迎你来我家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对 对 Dr Sam 因为 Dr Sam呢 他每个礼拜二这个时候都来了 所以已经来习惯了 好像没有来我家 你礼拜二晚上都睡不着 对 我一点半才睡觉 所以十一点算很早 十点算很早 你每天一点半睡觉 对 那早上几点起床 七点半 七点半 六个钟头够吗 不够 对了 对了 老人家不用睡太多了 对了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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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 Dr Sam 又来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谈了一个重点 听好好 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说 预防剩余 治疗 对 就是体检 身体检查很重要的 真的 如果一个人啊 如果说把这个身体检查 不当做是一回事的话 当你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的健康啊 健康 我差一点讲潮州话 健康 如果你的健康亮起红灯啊 那就很麻烦了 对了 不过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跟你谈 我们想 因为你有好几个礼拜二 都来这个直播 有很多人都在问我 那个Dr Sam 今天你演到吗 我说OK啦 看Live是不错啦 看真人一般啦 普通啦 赢我是赢一两分而已啦 所以他们就说 这样他每次会去哪里 他每次会去哪里 你每次会去哪里 除了医院我不要讲啦 因为当然你是医生嘛 对不对 你一般上会去哪里 不做医生你会去哪里 马路咯 走来走去就好 这样 这种真的是没怕人什么的 真的 因为通常我太阳出来 我不会出门的 原来你是姑妈来的 姑妈也是一样的 姑妈白天没有出来的 因为太阳晒 你会比较容易皮肤会变老 所以我怕太阳 不出去 太阳出来的 请问你是什么医生啊 你是美容医生还是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你还是还怕晒太阳啊 对 我的诊所是没有好像窗户的 看病人是不需要 你是跟人看病还是 是保护我自己身体 保护你自己 可是晒太阳有维他命C吗 可是也是要放防晒的 不然间 太阳晒到如果没有放防晒 会比较高可能性 患上他脏皮肤 好 没关系 今天最后一集了 各位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们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的医生 现在可以问 他马上在这边回答 有任何医生的问题 你现在可以留言 好吗 然后医生的医生 我一一回答你 一一回答你 所以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 帮助我们点赞和分享 赶快点赞和分享 好 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 赶快进来 好吗 所以你除了在马路 会不会去冬季冬季的 可能 可能 你会知道 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 你不要开玩笑 我们叫你来上我们的直播 我们有调查你的背景 我们的私家侦探 每天都跟你去冬季冬季 没有地方去的啊你 因为我做工的地方 最靠近是冬冬冬季 而且你买的东西都是一样 没有改变的 因为你喜欢吗 所以我买 如果有一天断货 就不要买 所以我会一天之前 我会买 所以有预备的 会有预备的 可以讲哪里的 不可以 所以你们有 你们继续 大概几点到几点 我做工 八点半到九点半 有人问你了 Dr. Sam 你已经结婚了吗 应该要结婚了 你有女朋友吗 有 你有多少人吗 有多少人吗 目前是一个 所以未来你会有更多女朋友吗 应该不会吧 但你现在要结婚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女朋友吗 她是你第几个女朋友吗 第二个 真的 她知道吗 知道啊 然后她之前有几个男朋友吗 很多 算不了 做三次 这个华文讲很难 这个华文讲很难 你用英语吗 因为我们观众也懂英语吗 对吗 通常化妆和化妆都可以的 化妆的啊 化妆 对 化妆是矿泉水的 化妆是没有化妆的 没有化妆 化妆的化妆啦 好 化妆化妆 好 想知道 Dr. Sam的减肥方法 对 谢谢你提醒 Jin Ng 非常感谢 因为每一次她都跟我讲 跟我们讲 都跟我们讲说 你14岁的时候是100公斤 对 OK 那我们已经讲了三级了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拿你14岁 我们去 我跟你讲 我们去网上抓出来 你14岁的照片 真的 你们要看吗 如果你们要看的话 赶快帮我like and share 越多人我就把照片挥出来 你们看她14岁 跟现在的样子有什么不一样 好不好 只要现在是 我这边是266啦 只要267 276了 OK 可以 我只要267我就把照片拿出来 OK 300 300 来 赶快300 帮我like and share 300 我给你看 Dr. Sam 14岁 100公斤的照片 OK 300 所以你那时候100公斤 14岁100公斤 对 那你有去做身体检查 为什么你会 OK 首先问你的 你的父母会这么庞大吗 我的爸爸会比较胖 比较胖 我妈妈是正常人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爸不正常啦 没有 那你还有兄弟 我妈妈是很瘦的 你兄弟姐妹 我姐姐以前也是比较胖的 跟你一样 嗯 因为我的婆婆很会煮东西给我们吃 就吃到胖 吃到胖 OK 282了 OK 还有18个进来 我们就给你看照片 好不好 OK 所以后来你是怎么减肥的 所以以前我中三中四的时候 跟我姐姐去美国 中三中四就去美国 跟她当时的男朋友一起住 所以住在别人的家 当时的男朋友 现在没有了 换了 老公了 所以当时 换老公还是换男朋友 男朋友 现在是老公 现在是老公 好 然后呢 然后去别人家不方便 一直打开冰厨 那好像零食去吃 对吗 你胖的时候是因为吃零食啊 对 每次我很贪吃那时候 所以一直乱乱吃 吃到100公斤 对 然后去到美国 不好意思打开 对 排水 然后瘦了几公斤 瘦了 我在那边一个月 没有吃零食而已 没有运动 瘦5公斤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发觉到 其实减肥会比较 蛮容易的 如果控制饮食的话 是 所以那当作一个动力 所以我回来之后就开始 好像有运动啊 对 饮食也是有控制 慢慢减到好像25公斤这样 OK 好 好 请问医生一个人睡眠要睡几个小时 哎哟 要死我 那个我们第一集都讲过了嘛 七八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就是七八五十六 五十六个小时 对 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对 七八个小时 OK 没关系 OK 不错 已经超过了 哦 都没有人要看你照片 有没有人要看照片了 有的话赶快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要问Dr. Sam的也可以问 OK OK啦 OK啦 我给你们看他的照片 14岁 100公斤 来 导演 上 上照片 292了 差八个 不要计较 看一下 上了吗 哎哟 299了 300了 很大的差别 对不对 各位 14岁 100公斤 有运动吗 那个时候你 完全没有运动 那时候我2.4公里要坐拿发对吗 对 2.4公里是我跑是35分钟 你干脆不会搭脚车 35分钟啊 35分钟 走路也是会比较快 而且那时候我跑的时候会喘 谁跑的时候不会喘 各位 告诉我 有谁跑的不会喘的 告诉我 我们的嘉宾可能会不会喘 我跟你讲 他们都很 像你这样子走路都喘 对不对 对 膝盖也是痛 膝盖也是痛 后来减肥你看多帅的 各位你看 100公斤 你看 他那个照片 100公斤真的很庞大 对 那你每次拍照不是要站在人家后面 所以以前我拍照是一直转身的 因为我照顾脸很 側身就收一半 对 哇 其实各位小姐 各位女士 哇 你们已经出了 人家Dr.Sam在几年前 14岁的时候拍照已经是侧脸了 他已经懂得怎么去避开那些镜头 哇 你看那个照片 你看 哇 你的真是 哇 你的肚子真的很大 都是零食啊 这个其实是13岁 不是 这是85公斤而已 哇 你一点排血都不会 我讲14岁你还自己抱出来13岁 可是100公斤我没有拍照 因为没有好好拍的 没有好好拍对不对 OK 没关系 哇 还有人跟你跳拉丁舞 那个是你的 跟你跳舞这样抱住 那个是谁 那是我妈妈 那是我妈妈 哇 你妈妈真的很瘦 我们去南美洲的时候 南美洲就要跳南美洲的舞 那阿正帝呢 那个 好 现在你已经像你妈妈了 对不对 会一点点 好 体肤颜色不一样 这个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开心快乐就好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讲了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这个做身体检查 体检这回事 你们也可以留言 OK 在我们的留言 你们有没有做体检的经验 有还是没有 或者是做体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你们就留言过来 我们一一跟你回答好不好 OK 来 今天除了你之外 因为我们两个人谈也没有什么好谈 所以今天有三个朋友 也把他请来我家了 来来来 一起过来 一起过来 来来来 嗨 你们好 嗨 晚上睡不着来找你呢 好开心 我跟你讲 我睡不着你最好常来 Dr Sam 你是干嘛 他帮我拿水 你没有吗 哇 好感动 你看多贴心 真的 真的 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OK 所以今天呢 来到我们的 来到我家客厅呢 有除了Dr Sam之外 还有三位嘉宾 来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礼貌上还是要 那第一位呢就是 我们都很舍不得的 OK 雅慧小姐 哈啰 大家好 还有从以前我小时候 从我小时候 美到现在都没有难看过的 没有丑过的 潘玲玲 大家好 认识你真好 真的 还有入行很久了 都只拍一种广告 就是牙刷跟牙膏广告的 OK 黄俊雄 帅哥 大家好 你好 刚才我才知道她的年龄 可是看不出 对不对 对 还是很好看 看不出什么 对 黄大哥 你家的水真的好喝 没有 因为那个甜度已经在我嘴里 所以我讲话很久了 然后当然就是 我都觉得很心痛的就是 每一集都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来我家客厅 见帅哥美女 到现在Dr Sam的正面目 她都还没见过 真的 蔡里莲还在我们972的直播室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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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o好 玲玲姐好 哈啰 君雄 哈啰 姚慧 哈啰 大哥 哈啰 哈啰 真的 Marco就说出了我的心事 还有我的心痛 真的 已经最后一集了 所以希望将来有机会 我们可以共聚一堂 一定有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 在留言都在问 有没有第二季 应该会有的 哦 你看我们的作者 哇 那个脸 真的是 OK 节目后工作人员 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所以给他们掌声鼓励 谢谢 谢谢你们 是的 好 那么今天的主题 是体检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知道 每次体检前 我们都不能吃东西 连水都不能喝 对不对 李莲 我也是这样听说的 因为不晓得 我们的嘉宾们 雅慧 玲玲姐 还有俊雄 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 是 我只知道不能吃东西 喝水我不知道 因为爸爸妈妈每次要去体检 所以他们都会叫我看 不晓得还是晓得 我就跟他们说 可以吃或不可以吃 好 所以还没有跟他们讲 可不可以喝水的 好 好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只听到说 不能够吃东西 对不对 好 玲玲 那我 什么 李莲讲什么 没有 就是也是要问玲玲姐 是 好 那我妈呢 她每次去做体检呢 其实医生有跟她这样 如果你很口渴的话 你还是偶尔可以喝一下水 就是喝一口就好了 喝一点 就是东西真的是不能吃 好 其实我还蛮听话的 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医生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喝 我就听话了 就是这样 你没有问歪的 没有问 我通常会问歪 但是医生说的话我就不问歪 就不会问 很听话 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 是 那时候不是体检 算是一个小的一个订阅 是 然后就叫我们不能吃不能喝 对 那我有多一个朋友 就两个一起去做那个订阅 结果推出来呢 她的床很脏 她的床就因为她吃和喝 她没有听医生的话 是 然后我的是很干净的 但是她的就有很多那些 那些排物啊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对啦 因为可能在做体检的时候 是需要检查有一些器官 或者是部位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你有吃东西的话 她就马上会把它排出来 对 那为什么 那我们来 对啊 Dr. Sam 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对 因为如果你吃东西的话 会影响到你的血糖会高 党固醇的分量也是会有分别 所以最好是八个小时之前 不要进食 好 其实我会跟病人讲 最好是喝水 因为喝水会增加你的血容量 是 所以抽血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你的血管会比较大 不会缩小 所以是可以喝水的 可以喝水 白开水 对 不可以喝咖啡 酒 汽水这些 对 都不可以擦 也是不可以 会影响到 所以只有白开水 白开水 只有白开水 明白了 那今天我们的重点 它的主题就是关于体检 这是关于预防性的医护 还有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功课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这体检是又知道又怕 然后觉得很神秘 又懂不懂这样 哇 很头痛 对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现场做这个体检 为大家卸开这个体检的神秘面纱 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们要送出最后的两份大奖 所以请赶快帮我们like and share ok 然后我们这两份大奖 每份都是200块钱的这个礼券 好不好 对 而且今天是最后机会了 也谢谢大家呢 透过我们的这个Facebook live 留言 鼓励 提问 建议等等的 当然在空中的稍后时间你还可以听到的 关于这个体检 可能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经验 因为几年前生小朋友的时候 哇 就很多很多体检 因为我又是高龄产妇嘛 所以动不动就抽鞋啦 什么 我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我们家的长辈们 是需要进行立场体检 我先生也是每年都会去的 所以对于这一点我觉得 好像是应该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也在提醒着自己 至少两年一次重大的体检 对 那很快的 其实我们也要回到空中呢 跟我们的听众呢 一起夜谈夜健康 那稍后呢 可能听众们也会有一些提问 那就劳烦Dr.Sam来给我们解答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有 因为听众呢 可能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接听一个听众的一个电话 好 所以空中的这感觉 应该也是越夜越热闹 越谈越健康 是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网上呢 有一个叫 她说 她说没有健康的体检准吗 有什么差别 所以最标准的是健康的 好 其实如果你跟你医生讲 要做没有健康的 有些人真的是没时间 所以也是可以做没有健康的体检 可是你要跟你医生讲没有健康 今天晚上星期二夜谈夜健康 又来和你一起谈谈健康的重要话题 马上来请Marco 就是我们双现场 另外一个现场的主持人 李国皇Marco来和我们见面 嗨 Marco好 欢迎所有972的听众朋友 一起跟我们夜谈夜健康 那今天当然我们也有这个Facebook 所以双现场 那也有三位嘉宾 那就是潘玲玲 哈啰 大家好 还有美丽的雅慧 嗨 Love972的听众 你们好 是 还有很久没有上我们972的黄俊雄 很久没有上我们972的黄俊雄 哈啰 一字头字 非常 Love972的听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黄俊雄 然后是你们有一个很愉快的晚上 你感觉好像要叫人家去睡觉 有一个愉快的晚上好像要去睡觉了 这样刚开始而已 可是我觉得这个晚上应该是很有看头 因为刚刚我在IG上面看到我们的导演 发了一个宣传的短片 哇 雅慧还有俊雄的表演 是还蛮逗趣的 另外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常住家庭医生 就是Dr.Sam 大家好 晚上好 你好 很神话 真的 我再说回去 等一下有很多东西要讲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听 等一下这个Dr.Sam 有很多的信息要传给你们 你们一定要听的 是 帮你做好体检 那今天有看Facebook的朋友 就可以看到你们的场景 来 给大家瞄一下这个场景长什么样子 是 不一样的设定 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场景 就知道说我们要做体检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健康体检很麻烦 很恐怖吗 那今天我们现场要立马模拟体验全程 好不好 就由Dr.Sam的主角 然后谁来先做体检 谁来 我推荐 谁 Marco 我同意 我们同意 我们同意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不知道第一个体检是什么 好 要看 所以第一要问你的名字 性别 你的性别是什么 我的性别跟你一样 你是什么 我就什么 好 还有呢 我们也是要量身高体重 好 量身高体重 小事情 真是的 我抽血 好 来 有吃很多吗 晚餐 没有 今天没有 最近瘦路不好 少吃 对 所以我们量身高体重是算BMI 什么是BMI BMI是 BMI是好像一个方法来跟我们讲 你的身体里面脂肪高还是不高 所以BMI 正常的BMI 是在18.5到22.9之内 18.5到22.9 对 正常的 正常 如果太低的话是不好 不好的话会怎样 如果太低的话 你的可能性有好像骨质疏松症会增加 好 所以太瘦也是不好 好 太高的话你的风险好像患上代谢性疾病 好 糖尿病 还有心脏病会增加 你这样讲 当然我会怕 所以现在我们来算你的身高体重 你的BMI 所以国皇的体重是67.8 他的身高是1.78 所以我们处1.78 处两次 1.78 所以你的BMI是21.4 那不是 是正常 对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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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我们的身高加重量 除以17.8 再除17.8 对 然后就 1.78 1.78 再除1.78 对 就是那个标准答案 对不对 BMI 可是还是要量你的腰围 你神经病 因为腰围也是一 另外一个方法 你在这边比较容易 天哪 我身体检查有量腰围的 你们有做过吗 没有 我不是来瘦身中心 我是来体检中心 我们要看你喝很多酒吗 有吗 没有 我喝酒 你问认识我的人 等一下 我这边有 有那个麦 有麦 等一下 你量到我40cm 对 你们要看我的小蛮腰 凌凌 还有腰惠 不要羡慕 对 我看你腰还真的很小 当然了 开玩笑 所以我们要看你的骨头 为什么要量腰围 对 腰围是另外一个方法 来看你的脂肪会高还是不高 所以她的是差不多 她的还可以 标准是 多少 差不多要82.5cm 82.5cm 要数你带是多少 所以女生还有男生的是不一样 所以女生的是要少过80cm 可是我觉得不准 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很健康的 看起来很性格 可是她的脂肪是高的 对 当她睡凉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个方法就不准了 这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高的话 不是捏就可以了吗 不可以 你好 我捏 捏看有没有肥肉 你把衣服拿出来 我捏就知道了 她没有 她平很平 有 她休息了 刚才晚餐有吃 刚才晚餐有吃 真的 所以量这个腰围 也是其中一个体检 对 因为好像女生是不可以超过80cm 男生是不可以超过90cm 超过的话 你的风险好像患上糖尿病 心脏病 或者那些性疾病 会比较高 没有听过 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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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90cm 不可能 不可能 90cm 零零结婚后的 我已经做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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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其实我好奇 为什么是80cm 他们是看 他们会做研究 做研究 那个平均的 他们算是80cm 80cm是差不多二十几 二十几 二十几 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 用寸的吗 80cm差不多 80cm是31.5cm 31.5cm 90cm是35.5cm 我觉得两位美女 应该是非常地标准 要从你的腰 对 这边那个骨头 这边骨头 骨头 骨头 然后你放你的 对 对 是 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都一直呼吁说 人家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赶快WhatsApp进来 对 这里有一个Lim Huilin Lim Huilin就问了 健身房 因身体测量脂肪是准确的吗 要看 所以通常我们不会用那些 来确认你的脂肪高还是不高 还是不高 对 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 那李莲那边呢 对 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也已经做了一个小小的空中民调 是 国人不愿意做体检的三大原因是什么 那刚才我在做记录的时候呢 发现说 No.1的原因是 怕知道自己生病 不知道比较好 所以有点像 没有体检不知道就没事 就当做是没事 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觉得体检很贵 要付钱 还有要花时间 所以就是我们听众的心声 是 所以问一问 这个亚惠还有俊雄年轻人吗 有没有去做体检呢 我只做过一次 做过一次 是买保险的时候 他们给一个免费的福报店 所以我就去 价钱不是问题 我就做那么一次 然后 其实我跟听众朋友是一样的 很怕验到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对 不懂要怎么去管理那个情绪 你知道吗 是 连那七天真的是 过三车 对 是 很惨特 那俊雄呢 俊雄有没有去做 我突然想起 雅惠说他没有中过疫情 是不是 因为你从来没有查过 是不是 没有查过 真的 真的 是你没有去查 你从来没有做 所以你不懂 我有 我有 我还没中过 对 俊雄做过吗 我自己是 就是有一个亲戚 他做工 然后他那里的社会 然后他家人就会有抵抗 所以我去抵抗 所以 所以 价钱也不是问题 亲戚跟你有多远 还有抵抗 你才跟着去 对 抵抗 不是免费 抵抗 然后我就做了体检 然后我家人就说一定要去 因为 以我的那个食量 我每次都是乱吃什么的 家人就觉得我的三高 应该至少是一共一高 对 但是我查到来 全部没有高 所以过后我就觉得蛮骄傲的 然后就没有再体检了 不好的 我是错误的示范 还是那个医生的问题 他拿错报告 那我们请教一下 Dr Sam 你的病人可能也说过这些理由 你通常会怎么样劝他们呢 所以很多人说好像很贵 其实 如果你做Spring for Life的话 政府所提供的是很便宜 好像每个人 新加坡人是五块而已 如果你是建国一代的话 Pioner Generation是免费的 如果你是立国一代 X卡蓝色还是橙色的 是两块而已 所以其实不贵 可以做基本的 而且不要怕那个成绩 很多人说没有时间对吗 对 可是其实如果你不早期发现有问题的话 需要洗肾中风之后需要做物理治疗 是 心脏病爆发之后需要做好像不同 吃不同的药做手术 对 这些会花更多时间还有钱 金钱 对 很多人就是怕第一贵 第二就觉得说等一下验到什么事情 但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说到钱 如果你不花这一点点钱的话 将来它一旦你被发现 它可能是来到最严重的那个阶段 是 到时候你会花更多钱的佛这个医药费 对 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对 对 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因为做体检 然后发现那些健康出现的问题的吗 三位 嗯 想一下 有没有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因为像我一个朋友 我跟你讲 他不是去做体检 嗯 他是因为撞车 撞车 撞了车之后 人有一点晕 他去医院 就做检查 嗯 后来扫描他的脑 发现到有颗粒 有颗粒 然后才发现到原来那个是脑瘤 哦 对 因为撞车他晕嘛 他就去扫 他说怀疑你有这个脑瘤 然后后来就去做深入的检查 发现确定他有这个脑瘤 所以我们讲 如果他不是因为发生车祸 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检查的话 就算我们发现到了 早发现 早治疗 你省时间 然后你花的钱也不必那么多 嗯 对 而且治愈的几率比较高 对 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 可能就是因为体检才知道有三高的问题 然后呢 去控制的时候呢 会发现说更好的去掌控这个健康 那为了不让大家呢 等到生病了才来关注健康 政府呢就推行 Healthier SG计划 就是要着重预防性的医疗 嗯 那么加入这个计划呢 可以让你选择心仪的这个固定的家庭医生 比如说 我觉得他 不错 我就选Dr. Sam 不是他好看啊 是他不错啊 那首次会诊的时候呢 医生还会免费为你制定个人化的保健护理计划 这个很重要的 嗯 对对 那根据你的医生的建议 你也能免费哦 免费哦 所以钱不是问题啊 免费接受三高的体检 也就是说二型糖尿病啊 高血压还有高血脂 嗯 所以这个体检呢 当然就包括了免费的这个乳癌啊 子宫颈癌啊 还有节脂肠癌的这个检测的 嗯 嗯 那最后呢还能够免费的接种指定的疫苗 哇 所以听了这么多哦 我们的三位嘉宾觉得这个计划如何 我觉得很好耶 对啊 大家都可以利用它 对 其实因为就有些老人家嘛 他们经济上可能真的是有点小小困难 我觉得这个像计划真的 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所以我觉得不是建议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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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好像我妈妈这样 她每次她去做一些体检呢 她都会跟我多少钱 她每次问我这句话 你要付多少钱 对啊 老人家都付 对 多少钱 太贵我不要去 不要说老人家 我们医生就 医生 我要做这个全身检查 多少钱啊 有 我们也是会问 对 我们也是会问啊 这个是很自然的 而且你去所谓的大家熟悉的 普通医院医院 真的 一般上我们去都是五块 对 然后如果你是这个总裁 对 是免费的 对 为什么不 对 其实因为我妈去的时候 她其实她有去过就是私人医院 跟然后我们去政府医院 她就发现到她真的可以省很多 就是在药物方面啊 还有她去问那些医生的那些联系 都可以省很多钱 对 所以她是觉得可以帮我省了 因为她觉得 因为每次都是我们这些子女在付的 然后用的都是我们的公积金 她就说她要想帮我们省钱 所以她就发现到她不介意去排队 她说因为其实这样她也是可以 跟旁边的一些老人家讲讲话 聊天 对 聊天 她觉得其实还挺好的 交换Facebook 那我就不知道 可能 我一个朋友 上厕所 轻微中风 对 才50岁 我的朋友都好像很不幸 对 因为他们就是我 你是医生 你在那这样讲话 你真是 你不是医生 你不能说这个 为什么你的朋友 你知道吗 没有 真的 因为她平时也是 她喜欢吃巧克力 跟你一样 她没有住在她姐姐前男友的家 她冰厨随便开 她真的 后来她去确认 她跟我讲 她确认她跟我讲什么 确认她讲说她有力气什么东西 但是最主要她跟我讲 她说她去肯定医院 她说 诶 马可 五块而已 五块而已 她自己都吓一跳 她自己都吓一跳 因为连她都觉得身体检查 一般上都可能是几百块 然后看你去到什么阶段 可能去到整千块 她说五块钱而已 她自己都吓一跳 所以听到这里 可能很多我们的观众 还有看Facebook的朋友们 心里就觉得说 原来是那么不贵的 那我们想要问问Dr Sam 刚刚我们就在模拟健康检查 体检嘛 是 我们检查了一些东西 接下来还要检查什么东西呢 还有东西要查吗 所以BMI之后 腰围之后 我们要量血压 血压 来 对 我没有算高 之前 那个是两年多钱 两年多钱 两年多钱 垂成 其实标准的是不可以穿衣服 不可以穿 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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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长袖 不是长袖的 可以剪的 需要剪 可以 要脱掉吗 好 Dr Sam脱掉比较好 Dr Sam脱干吗 他帮你这样实验 他是帮人家验的 你叫他脱 这个人满脑子在想手 空中听节目的朋友 可能听到这里有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上Facebook去看一看 不要讲话 我们可以 对 俊雄不要讲话 如果有女生的 来看Dr Sam他们的心跳加速 那一定很高的血压 不可以讲话 俊雄 我从血压可以知道 那这个血压是切一只手还是两只手 如果一只高的话 等一下 很高 俊雄的 俊雄的宣押很高 真的吗 可能是紧张 紧张 因为现在在做节目 不一样 对 现在是100 这么高 168 还有80 这个很多病人是好像看医生会紧张 我可以看吗 那来想一下我的可以吗 等一下 接下来 可能他练太 太壮 太壮 这个太紧也是 左手练一下 左手 可能右手180 然后左手58 左手比较少 所以如果你每次 很多人每次看医生会高 所以我们会跟病人讲 我觉得会更高 你讲到这样我现在越来越高 放松 放松 不要讲话 有刚刚喝咖啡吗 其实是兴奋 要放松的 你的手要放松 放松 我觉得你很高 你看你喝咖啡对不对 太高可能要叫995 所以定期检查很重要 不是 今天Dr.Sam有点调皮 对 有一点 所以我们这最后一集 好像才刚刚暖身 是不是 对 我们下个礼拜再做第五集吧 再继续走 怎么样 更高 我的天 没有到那个程度 好 现在这个178 还有98 可能是 Dr.Sam的血压每次很低的 好 你试试 我每次最高 80多90多 好 因为正常的血压是在90到130 所以有两个分数 上面的要90多 不可以超过130到90 下面的是90到60 好 如果阳位也高 我就觉得你这个测量器有问题 有 我这样觉得 160多 很高 很高 好 我不要讲话 好 趁着这个空隙想要问问俊雄 俊雄刚刚量血压的时候 有没有突然想起你的家庭成员 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史 有没有 因为有些时候这些家庭成员的病史 可能会遗传的 是有的 有 他讲有 爸爸妈妈有 然后他们就之前就叫我去做体检 说 以我的那个症状的方式 正常 正常 所以你通常是偏低的 这样我应该是 现在是94还有66 好 跟平时就是这样 所以你通常是偏低的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 178 可是你偏低是正常的 正常 身边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晕 好 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在 对 对不起 你说 没 你说 其实定期的来接受体检 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方式之一 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模拟 是一个 产生一个示范 模拟的就是定期体检 定期体检 亦您一生 叫做 screen for life的体检 对 那么在这个计划之下 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公民 只需要支付5块钱 5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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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更低的费用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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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接受这个体检了 和完成检查后 以医生的这个首次看诊 而且呢 一旦加入了我们的这个 Health D2SG 你就可以到你的 Health D2SG 注册的家庭医生那里呢 接受5以医生部所推荐的体检 并享有百分之百的津贴 大家听到了 好 那现在空中的朋友们呢 空中的972听众们呢 将会听到两首歌曲 歌曲在播出的时候 Facebook Live还是会继续进行的 所以呼吁所有的972听众呢 上facebook.com slash love972fm 去看Facebook Live 两首歌曲之后 我们回来夜谈夜健康 OK 谢谢李莲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Facebook Live也有一些留言 他就讲说 从几岁开始做体检是最好的 所以要看 如果政府说 如果18岁以上 至少你每年一次要看你的医生 量你的身高 体重 还有你的血压 40岁以上要开始做血的测验 如果18到39岁 你的风险 患上糖尿冰膏 血压 党固醇的话 你需要早期做血的测验 对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是 那如果你进行了这个 Screen for Life的体检呢 一旦发现到已经患病了 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 你就需要定期做这个 其他的体检 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人知道糖尿病 不可以 你一有糖尿病的话 不可以每年一次看医生 所以至少是 每三到六个月要看医生 收血 验尿 你们知道需要再做什么东西吗 糖尿病患者 做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讲啦 我看我就不知道 每天都要验血 对吗 对 验血是对的 是要 很多人不知道每年要验眼睛 还是要验脚 对 不需要看专家的 对 脚啊 要验脚 为什么要验脚 因为要看糖尿病 有影响到你的神经线 糖尿病也是会影响到你的视觉 你的眼睛 如果不验的话 没有每年一次验的话 你不会知道的 而且是人家 糖尿病没有验 变瞎他们才会知道 你讲到这样就是说 要验眼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谁有戴眼睛来的 我们都有 亚惠 好不好 来验一验是不是 来验一下眼睛 我有发现最近 看剧本要越来越远 那个是老花 那个是湿尼老花 来 验一下你的眼睛 所以我们验眼睛的时候 我们要看里面有没有 视网膜破络 或者流血 糖尿病眼睛的变化 所以很多人是 好像如果你去看专家的话 需要点药水 点药水之后 还是要等一两个小时 才可以看专家 是 看了之后你的视觉会模糊 不能驾车 所以通常很方便的是 我们可以用一个 这个是警察抓人家的速度 不是 不一样 不是一样的 在天桥上面有没有 有点像 所以这个很容易 只是拍拍 自拍这样 拍拍 每一只眼睛拍两个照片 好 来 对 可以自拍 可以自拍 正常人也可以这样做 这个东西吗 对 所以通常我的护士会做 好 那正常人不做这个 那只有糖尿病的人可以做 糖尿病的人需要做 正常人不需要 就是这样 所以会看到她的视网膜后面 哇 那个是什么 什么一点啊 哇 很担心的 也是做检查 这个还可以 看另外一只眼睛 看另外一只眼睛 什么呀 那个 视网膜 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没有糖尿病 你说可以 没有问题 可以吗 按这样 我听我的验光师朋友说 验眼睛可以看出很多的一些 潜在的疾病 因为这是你唯一可以看到 血管的一个身体的部位 很好 哇黑 这个OK吗 看一下 看一下 我护士座会比较好了 护士座会这样 看一下 我怎么靠近 这个就是雅慧眼睛里面的眼睛 要看远一点点看不到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血管 这样可以吗 糖尿病 反正我都在这边了 自己拍可以吗 不可以 好吗 好 好 亚慧 幸亏 很美 原来你的眼睛跟你的人一样好看 你看得出吗 真的是OK 亚慧又是免费的一次检测了 对 真好 你看我又赚到了 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 应该说是我们Facebook Live的朋友们 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 要送200块钱的购物 还有赞赢礼券 那首会将正确的答案写在留言区的朋友呢 就可以获得这个礼物了 我们会把我们会在留言区呢贴上这个问题 第一个在问题底下出现的正确答案就是赢家 因为大家网速不一样 所以呢 得奖者是以我们 Love972Facebook Live的留言区 首个正确答案为准的 OK 我们来决定了 好 这个问题就是 请问在Screen for Live的计划下 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公民最多只需要付多少钱就可以接受提检的呢 A 5块钱 B 8块钱 好 赶快写答案 是的 赶快留言过来 那刚才Dr Sam讲眼睛还有脚 对不对 对 我看你现在穿这个手套 就知道要开始咽脚 对 谁自认自己的腿漂亮的 漂亮不行 就是我想试一下 因为他们两个都试过了吧 对 来 那个高学压 对吗 其实我觉得俊雄肯定有高学压 因为他的耳朵一直很红 对 你小心一点 年轻人 对 一百七十多 一百六十多 对 但你讲过他的耳朵就很红 这整整从景象 医生这个可能是吗 他从景象到耳朵一直很红 因为可能拍戏会压力大 压力会自然 然后如果喜欢好像喝酒 喝酒 如果你喝咖啡 刚才不是说什么良腰围 然后我被他们 林林姐还有腰围调戏 然后就是这样有兴奋 不是 你现在你的耳朵真的很红 对 可能你叫他脱衣 所以他会紧张 来 来 这个脚 这个脚是验什么 为什么要验脚 所以糖尿病患者 他们的神经线 长期糖尿病控制不好的话 你的神经线会受到损害 所以这个我们会验你的震动觉 看如果不能感觉到的话 震动觉是表示说你的神经线有问题 所以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 有问题一定要去看专家 所以我会先帮你放滋润的 一点点 为什么你讲滋润这两个字 你要偷笑 滋润脚趾 又没有什么好笑 好像在帮他做按摩这样 对 我现在讲滋润 没假 没假 是有点了吗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分数 是 越低是越好 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好 这样我可以假假一来就做 你不可以看 你要看别的地方 可以看 我会考你 所以你要这样做 所以我增加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 会痛吗 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 有吗 一点点的在上面 一点点的 没有 他在缩红 是零 零是 所以我们会考病人 医生我不是很感性的 所以你弄到我就觉得有 所以通常如果好像 现在呢 现在有 有 对吗 糖尿病患者是到25 25这样他们感觉不到 25都感觉不到 如果你糖尿病已经 好像你的神经线受到影响的话 你25是感觉不到 现在越来越大 对 这样你是通过这个仪器的那个电波是吧 对 对 现在还有吗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 谁讲没有 现在没有 完了 你阻塞了 完了完了 现在医生得到二你会没有 没有 现在零了 没有了 现在零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看到没有打针 不痛对吗 对 不痛 也是很快 对 只是你会感觉到电波 你越大我会看到电波一直在那边 对 在转 对 这位小姐 是的 不用担心了 完了 好 等一下 医生还要帮我抹脚 我会帮他抹 这医生难做 我们差不多要揭晓答案了 是不是 对 对 一边做SPA 一边揭晓答案吧 不够话说回来了 今天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医生 帮这个领领检查这个脚 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检测 对不对 来了 Logo 我们是不是要揭晓得奖人了 来了 好 刚才李连问的问题 正确的答案是A 5块钱 得奖者Vincent Leong 恭喜你 恭喜你 马上DM给主题二的Facebook 领取礼券 那么当然等一下我们还要送出节目 也就是这一期的最后一个礼券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好吗 很快的呢 大概在半分钟之后 我们又回到空中 然后跟我们的听众 一起来分享健康的一些讯息 是 所以大家稍微有一个准备 大概我们接下来还有讲 体检的其他的一些步骤 逐步逐步来讲 好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Facebook的朋友也有问 就是说也有讲分享说 他有这个清晰从来没有做体检的 结果检查了胸口才发现到这个肺癌末期 对 因为肺癌它本身之前 一期二期都没有什么症状的 对 到了末期才有的 好 回来了 夜谈夜健康又回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还有聊健康的讯息了 Marco 灵灵姐 雅慧 俊雄 还有我们的Dr Sam 刚才呢我们就进行这个体检的另外一些部分 那请教Dr Sam 你的体检现在进行到哪一个步骤了呢 所以现在是抽血化验 抽血啦 抽谁 抽谁 我们倒抽一口气 应该没有人举手吧 抽血 讲抽血下去化验 然后主要是看什么东西 所以Screen for Life 我们抽血是要验党固醇还有糖尿病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OK OK 让我们验 抽血之前可以喝水吗 可以 可以吧 白开水可以喝 因为喝水会避免你的血管会缩小 你抽血之前也不可以紧张 太冷也是会那个血管会缩小 抽血的时候会比较难抽的 难怪有些时候你抽血嘛 然后一直找不到那个所谓的血管 所以我们会打 就一直打 一直打 有一次我打两个钟头还找不到 原来他一直打不到别人的手 不是打我的手 真的 OK 来 那个是Dr Sam 左手跟右手有分别吗 左手是黑色的 右手是红色的 都一样 对不对 其实好像简单说是可以抽 左手 右手都可以 除非你有患过好像乳房癌症的话 或者是有洗肾 那边是不可以抽血 最好是不要抽 抽另外一次手 对 你说到这个我又要问 对不对 你怎么发现了当时 你的那个乳癌 发现我乳癌 就是我乳癌发现了就是 哎呀 有点 我也不懂怎么讲 就是我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 我也不晓得怎么讲 其实刚我发现有硬块的时候 对 是例如好像夜市要来的时候 就是一样有硬块 然后有肿胀有疼痛 那老人家每次讲 如果你按那个硬块下去 如果你觉得痛的话 其实就不是癌症 就是老人家会这样子讲 正确的吗 正确的吗 通常我们会跟病人讲 如果是痛的话 通常那是良性 对 是 所以我就觉得是我的夜市要来 那那个夜市真的是来了 对 好就好就没事 可是夜市来完了之后 还在想 感觉好像还是那块东西有在 那我就因为我每次打告 不许我们就在你 我们女孩子的更衣室 我就跟我朋友讲 你来帮我摸一下 你是不是有一块东西在下面 好幸福 你的女性朋友 没有 我担心是自己错觉 因为有时会疑心很重 确定 对 我确定 他想 真的有 真的有 好 我们暂时不要理他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再打球 还有我就再叫另外一个 你再跟我 你是不是同样的有个地方 是有 那我就想 今天晚上我回去 叫我老公跟我查一下看 所以我就奇怪 你都结婚这么久 叫别人的老婆帮你验 不是因为很方便吗 在更衣室 我一直觉得 因为我想说女孩子 因为他们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而且我是当下就决定说 叫他们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同样的位置 因为他们是用看的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 你摸是不是在这边 他也摸到 我就觉得他们摸的地方 都是同一个地方 我就觉得不妙了 那应该 因为夜市已经完了 为什么还在 每次检验他都会有稍微一点痛 一按下去就痛 所以我才不觉得是癌症 或者是良性 是 然后就马上去做检查 就真的 不用做检验 其实我只要这样看 医生就 为什么你太晚了 我说 蛤 为什么你太晚了 为什么你太晚了 他说 没有 我说我认识他 他说 没有 他说 没有 还好马上行动 第一句话讲 他不是跟你讲 为什么你太晚了 我去吃午餐 没有 他讲 没有 他讲 没有 化疗 电疗这些 对 他说 其实我 如果提早一点点 就是我在 就是说 那时候我以为是月市的时候 我去看 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 我就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 那个时候他早一点去看 可能吃药物就可以去 吃药 不行 我就是 我只需要去电疗 不需要去化疗 我只需要去电疗 不用去化疗 所以就 那半个月 那半年我就不用受苦了 我就不用 头发也掉 眉毛也掉 掉到什么都掉到 然后眼睛又吐出来 那我就觉得 我真的应该是 在当下就决定 可是因为那个症状太像 越是来之前的症状 因为我每一个月 要来医师都有这种症状 所以我就不以为然 所以我觉得是错的 如果领龄那个时候 不要给她的朋友乱动手的话 她马上找一个医生 对 是最正确的一个方法 所以通常如果 我会跟我病人讲 如果你担心的话 乳房感觉到有硬块 最好是看医生 是 你的医生会跟你讲 这个是正常的 还是不正常 需要做扫描还是不需要 因为很多人 尤其是早期前期的乳房癌症 是 不是每个人会有硬块的 不是每个人会有硬块的 所以重要 除了自己要检验之外 也是要做 乳房X光检查 要看你的年龄 因为乳房X光检查 可以在有硬块之前 发觉到你有早期的乳癌症状 是 是 是最好的 对 对 所以这些检测体检 真的是要预早做 就是一个预防的一个动作 其实身体检查一听 就觉得很笼统 范围很广 每个人的性别年龄都不一样 所以需要做的体检 大概也都不同吧 那Doctor Sam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 我们应该做什么体检呢 是 所以简单是选择 Screen for Life就对了 因为有最基本的 最好的都在 在里面 他们会聊你的血压 痰固醇 糖尿病 验分辨也是 他们会帮你验 他们会看你的性别 你的年龄 你的病史 还有你最后一次几时 再做体检 他们会推荐你 这次应该做什么体检 才对 可以上网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先做起 然后当他们怀疑说 你可能从血液检查出来之后 可能有什么东西需要加 更深入地去检查的话 他们会提出他们的想法 那对符合条件的女性来说呢 所以女性的话 她们可以做pap smear 子宫颈检验 还有可以做mammogram OK 可以看你的年龄 是 是 不过在你预约你的mammogram之前 最好上这个网站 这个网址是 screen4life.gov.sg 去查看一下 专家们对于不同年龄层的女性 进行mammogram 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你也可以在这个网站 查看一下符合自己年龄层的体检 到底有哪些screen4life.gov.sg 那Dr.Sam 有什么体检是适合年长者做的呢 除了抽血 有两个 所以第一是我们现在在做screen4life的 那是50岁以上可以做的 包括什么 包括像BMI 量腰围 血压 你的糖尿病 高胆固醇 还有验粪便 然后女生可以验子宫颈癌症 是 有没有听读试还是 对 所以这个是60岁以上的 是热灵体检计划 Project Silver Screen 所以这个会帮你验牙齿 验你的听力 还有验你的视觉 你的视觉 如果有问题的话 有津贴 如果需要好像夹牙的话 是 听耳气或者眼镜 会有静贴的 这个是新的吗 这个计划 其实很久 60岁以上 你不用这么开心 妈妈 爸爸 我在帮我看妈妈妈 60岁以上 你不要明天拱拱去 你等一下被拒绝 你就没有面子 像我是拱了很多年 我妈已经60岁以上了 然后我的那个口腔 对 因为每次她一痛就 因为妈妈要快 痛 然后就去诊 就很贵 我就发现到很贵 对 可是现在有这个 Scream for life 很好 我这什么东西 我已经花了很多愿望钱了 所以你本来住洋房了 现在知道不迟 那现在在线上 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她叫做舒芬 舒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问 或者是一些疑惑呢 哈啰 舒芬 晚上好 哈啰 我是舒芬 你好 舒芬 你好 舒芬 谢谢你听了 We Love 972的这个节目 夜谈夜健康 那关于我们今天讲的 预防性的一些保健的一些动作 你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是提问呢 嗯 ok 除了固定做那个提点以外 其实我也有固定带我老公跟孩子去打疫苗 那种流感疫苗 是是是 对 预防针 嗯 所以其实我也是想要问到德森是说 像这种流感疫苗 它是要绵绵打才有用对吗 那其还有就是打了流感疫苗 是不是就就不会感冒了 对啊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对对对对 是真的吗 舒芬很聪明 是是 对所以如果你有接种流感的疫苗的话 你的风险患上流行性感冒会比较低 而且你要每年再打流感疫苗 因为每年他们会出新的流感的疫苗 会帮你增加你的免疫系统 帮你抵抗流感 对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每年打啦 每年打 每年要打 很多人是好像要出国对吗 他们会去打 是是是是是 可能在12月嘛 对 去冬天嘛 对 可是不可以好像要刚出国能打 要至少 以前多久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要给你的身体有足够时间 不是明天飞今天打啦 那没有 因为两个礼拜后 你打完它刚刚开始有功效 你已经又回来新疆了 对 所以Sam就是说一定要每年打 如果我各三年没有打 因为我没有出国嘛 那我不要打 可以吗 那个对你身体不好 因为你的免疫系统 需要打预防针的时候 那你的好像你的免疫会增加 那会帮你抵抗流感 那比如说我不打疫苗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是可以 让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增强 对 因为这个只是流行性感冒的预防 不是一个好像奇迹的预防 还有几百千不同的病毒 所以如果你不想生病的话 最好是好像注重饮食 要运动 要有足够睡眠 也是要饮食之前要洗手 也是要穿口罩 人生病的风险会比较低 要比较低 是是是 都是非常实在的提醒 那Dr.Sam 当我们患上流感的时候 那后果会很严重吗 那不就是伤风感冒流鼻涕 他球两下就完了 对 很多人以为是小事 可是其实如果你患上流感 可能会肺炎进疫苗 进医院 有些人可能会死亡 可能也是会中风 或者心脏病爆发也是可以 所以其实不是小事 是很严重的事 不可以小看 是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 舒芬做得非常地好 非常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舒芬 谢谢 谢谢舒芬 谢谢我们分享 谢谢 继续听节目看Facebook 那除了定期的检查呢 我们就是在预防针方面 我是一个好学生 我今天早上去打了感冒的预防针 没有用 等两个礼拜 那我们的嘉宾呢 就不是因为要出国 就觉得说 其实之前想要打 一直没有打 这样拖延拖延 真的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今天终于去打了 那我们 对 很乖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们 是不是也有打预防针 还有疫苗的呢 有吗 我之前本来要打FluJab 可是当时没有货 完全没有货 对 因为有一个时期 就是很多人都在打 特别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对 到今年一月 中国新月前前 很多人就在打这个疫苗 到出国 对吗 对 对 然后灵灵有打吗 没有 你 你省省了 你没有 没有 我这三年COVID没有打 之前有打 你想一直打两个人咖啡吗 没有 我之前有打 只是COVID三年 我都没有打 因为我在想说没有出国 真的 我真的以前打 都是为了 好 孩子有打 是因为就是不想让他在学校 一直有感冒 对 对 对 所以孩子有对打 我自己本身是一定是出国才会打 可以传 所以你提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是 不出国也是可以有流行性感冒的 对 现在很多 好像这两个礼拜 很多病人有流行性感冒 在学校 在扩上 对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是如果你有接种流行性感冒 预防针 有一举两得 你不但可以保护自己 你也是可以保护你家人 因为不会带回那个病毒 是 那这里有一个叫Regina 长得怎么样 我不懂 她讲说 Dr Sam 对于药物敏感的人 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吗 通常如果你有打过流感疫苗 是可以再打了 通常那个药物敏感 要看什么药物敏感 是 跟你医生讲 你的医生会跟你讲 会知道的 对 他们医生会知道的 我想问Dr Sam 有什么疫苗是你建议年长者 应该要去打的效率 所以很好是65岁以上 政府有推荐两个疫苗你们要打 所以第一是流感疫苗 一般我们打的 流行性感冒预防针 这是每年一次要打 第二是肺炎求菌的疫苗 这个很多人我讲也是会不明白 是什么是肺炎求菌 肺炎求菌 这个是65岁你打一次 就是66岁你打第二次就好了 就是 如果需要再打的话 你的专家会跟你讲 医生会跟你提 Dr Sam 这两个疫苗是不是很早就有了 很早就有了 会越来越严重 是因为这样吗 不会的 其实预防针是蛮安全的 对 所以只是打针的时候 可能会流血 可能会痛 一两天可能会滴烧 一两天就好了 就好了 那他本身那晕 可能也是他的高血压 而不是呢 他就跟我讲他不要打第二次 我说不行 你要继续去打 妈妈说 还是他看到Dr的鼻子 他就开始晕了 没有 那个不是 那个是我们的政府教 那个政府 那个一个女孩子医生很 就是很可爱 很帅的 Andy你要打 因为要预防 他打了第一次 他觉得有点稍微晕 他说没关系 他打第二次 他就跟我讲很晕 我说那可能是你的高血压 一直在飙高 就是我在想 是不会的 对不对 是不对的 是妈妈心理作用 对 可以 那多安慰他 多陪他一下 可能他觉得有支持 他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那65岁以上的公众 是可以通过网站来查阅 还有登记 预约 接种流感 或者是刚刚Dr所说的那个 肺炎求菌疫苗的日期 还有时间的 所以这样就很方便了 这个网址就是 book.health.gov.sg 那Dr.Sam我们的体检呢 模拟到这个时候呢 是已经结束了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步骤呢 嗯 还没 所以50岁以上的 可以做分辨的测验 嗯 你们知道怎么做吗 等一下 这里有一个叫 B.York的 他有问 小孩子也可以打流感疫苗吗 可以啊 六个月之后可以打 小朋友六个月之后就可以打 不用等到一岁 两岁 六个月之后就可以打 可以啊 你跟医生讲 可以打 小朋友就可以打了 刚才你说的这个 对对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记得 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 他都一定要分辨 对不对 然后这个分辨有些时候 不是说你要就有的 要酝酿的 你知道吗 对 你做水饺也要有一个过程 不要说你要分辨就分辨 对 然后首先你还没有讲分辨之前 我想请教你 如果医生跟你讲 明天你的体检要有分辨 嗯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明天早上 很快就有分辨 不需要 可以带回去的 我们会给你一个试管 试管可以带回去 什么 带回去 在家里 在家里 可是 验你的分辨也给我们 有时候你不准的吗 所以要做对 他不可能给你一个盘 对 用自己的马桶就好了 我知道 但是如果你看 你看我们的分辨 用马桶掉进水里 对 那还可以用吗 不可以 对咯 难道要手放在下面 放在手 然后放在裂盆包的送给你 有一个技巧 等一下我会教你 技巧 有技巧 我讲得到 我觉得只剩手机有一种而已 找那个蹲的 你有做过是吗 真的吗 有 我的确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我一问 因为每次就是说 很多人就很苦恼 你知道吗 对 就是说明天我去体检 我的医院讲要看我的大便 夹辣了 我不懂怎么做 对 人家说就放水了 他说放在水里面 你捞起来就不准了 对 所以你可以教我们吗 可以 可是其实你们知道 咽大便重要是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早期发现 如果你有大肠癌 是从大便可以察觉到的 是这样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装 可以 来 每次他们装在保鲜袋 你的家有马桶吗 他说我家没有马桶 我都会去楼下游泳池 不然就打敲门 跟你借马桶 好 来 可以 李连 你看 今天我们真的是什么设备都有了 很有看头 真的 我们有马桶 太离谱了 连马桶都来到我们的这个 在我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马桶 在我家客厅的 所以我们会给你两个试管这样 好 好 等一下 所以你知道怎么做吗 这么小一点 好 试管 这个是试管 第一 你要先 蹲 好 来 你蹲 你给我们看 你蹲 你这么靠近要拍我上厕所吗 好 要蹲 不是 再蹲 好 你要 这样面对 好 我现在不能放下来 放下来 因为我们要拍你大便 好 然后 在空中听节目的朋友 你有放纸吗 还是没有放纸 要放纸 要放纸 放纸在哪里 所以放纸在这边 放纸在你 放在 要把这个厕纸放在这边 对 不可以动到水 好 要放在这边 好 你再坐 你再蹲 所以就要面对壁 面对壁 好 然后 来 我们再等你 可以吗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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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出来了 有一个出来了 OK OK 然后 所以现在可以咽了 OK 可以起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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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为什么大家玩那么大跟空中的朋友不知道 这个 假在这边 我们有一条假的这个粪便 等一下怎么样咽呢 巧克力来的 怎么咽 这个是假的 这是假的 不要 还要你讲 真的还得了 我担心 我担心观众会 假的 真的假的 观众吓到 没有味道 这个医生刚才五点就开始在这边揉 我不知道他揉什么 原来是揉这个 巧克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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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咽 所以咽的时候 好 你要不可以动水 好 不可以碰到水 然后你要拿出你的饰管 这个饰管 你拿出这边 拿出这边 拿出这边 转这个 这个 要转 拉出来 拿出来 里面有水 不可以倒出来 里面有水的 所以这个饰管 这个饰管 你要插 插进这个 插进 整个 第一 要插六到八次不同地方 所以一次 一次 好 两次 通常你不需要用手去拿你的分辨 四 因为这是巧克力 所以我需要用手 可是通常不需要用手来的按 七次 八次 然后 好 因为很多人 巧克力 巧克力 什么味道 Marco 因为很多人很大方 对 他们喜欢把整粒分辨塞进这小档 没有 没有 不需要的是吗 我们有很多人 很大方 你们很慷慨 对 所以有些人就是很烦 你知道吗 好像他要多少分量 他自己不懂 他就把全部都带去医院 对 对 可是刚刚我们知道 戳了八次就足够了 对 戳八次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你放在你的尸板 这边里面 这样 要紧 不然这会露出来 你干吗抖一下 弄紧之后还要摇 摇几次 好 紧了 要摇 摇 它里面是有药水的 对 那个青色的袋子呢 你放在 青色的袋子在这里 要放回去 放回去 它是像一个密封袋一样 然后 如果我今天晚上做了这个动作 然后我明天早上 因为医生睡觉 你不可能医生睡觉 就掐门说 我的大便来了 不可能吗 对 要怎么办 24小时可以 24小时里面 对 可以放冰箱吗 不要晒太阳 可以放冰箱吗 不要晒太阳 可以放冰箱吗 放在冰箱里面有问题吗 没有 我不知道 问一下 最好医生有教室 度七八次 因为我会觉得直接放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搅 我是以为 只有在那边搅 在那边搅 好 四七八次 然后就放在管子 封好 然后第二天才拿去给医生 那医生 有新的吗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做完了 对 24小时里面要拿给医生 对 然后我还要做多一次 隔天你再做 隔天再做一次 对 然后再放一样的 可以一起拿去吗 因为24小时 除非你可以 可以在24小时里面两次 对 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你要按多久 然后刚才医生说 对 来 对 然后刚才医生说 不要晒到太阳 也不要放冰箱 用水壮的 粘壮的可以吗 不可以 如果你看到大便有血 好像有些人有痔瘡的话 对 痔瘡里面肯定会有血 是在出现在你的测验 如果那些 对 所以要等到血吃 那个人给了半天出来有血 那就是白做了 对 OK 绵绵的可以吗 如果 如果 肠胃不好大出来黏黏这样 如果你经常大便是这样的话 是可以 是可以的 是OK的 是OK的 经常这样 如果是一时有 好像泻的话 你要等到 你的大便回去正常 才可以 你的正常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OK 刚才正好有听众发来问 6到8次 6到8次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不可以同样的地方 咱 你可以再 或者对 因为它一定 维生会给你超级的 还溶进水里 再拿另外一个新的再插过 所以最好先拿超级的 就是 我的体检 我是拿到一个很小的汤匙 OK 汤匙 很小的汤匙 那是一年前的 整个 很小的 在想 对 就在变了 好 可是汤匙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做法 对不对 来 刚才正好有听众也是问 如果说是拉肚子的话怎么办 刚好就Dr.Sam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马上就要来送出 夜谈夜健康最后一份的 200块钱的礼券了 那大家听好了 要发问这个问题 Marco您来问吧 还是我来发问 都可以 反正钱又不是给我的 你问吧 那个礼券是听中 你问的 来你问 好那我来发问 这是第二道问题 请问65岁以上的人是 应该多久接种流感疫苗一次呢 A 每年一次 B 每两年一次 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 也放在我们Facebook这边了 所以每个人网速不一样 以我们Love9切儿Facebook Live的网速 这是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进来为准 好 马上行动了 是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位网友 他叫王令 他问说 请问Dr Sam 血液中的GRA和MCH MCHC如果偏高 表示什么 GRA GRA MCH还有MCHC偏高 表示说你的红血球会比较大 红血球比较大 我们的这个幸运的朋友已经出来了 然后刚才李连问的问题呢 正确的答案是A 每年一次 好吗 每年一次 然后得奖者是叫什么Diva Div Div 怎么读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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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雄 不要丢脸 你大学生 D-E-V-E 对 恭喜D-E-V-E Soul D 恭喜你赶快PM给我们972的Facebook 然后索取你这个礼券好不好 对 那不知不觉夜谈夜健康陪了你们四个星期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Marco和阿莲呢 也学了很多很多 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宾们 还有谢谢我们的Dr. Sam 以及听众以及观众朋友 一个月来的支持 是的 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个节目呢 对即将推出了这个Health DIV的计划呢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嗯 不要忘记哦 居民们在这个计划下呢 首次问诊 打疫苗还有体检的都是免费的 之后呢 家庭医生呢 就会和居民们一起来 呃就是制定啊 个别的居民来制定保健的护理计划 那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有定期的体检 以及疫苗的接种 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了 嗯 大家可以开始误色你心仪的一生了 哈 好不好 心仪的一生了 哈哈哈哈 OK 哇 一事简简哦 那一切呢 都要从啊 下载这个Health Hub Health Hub的应用程序开始 然后呢 就可以在2023年下半年 通过Health Hub的APP 来加入Healthier SG计划 选择心仪的医生 来照顾你的健康 还有呢 不要忘了 你也可以索取你家人的授权 他们authorize你授权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Health Hub里面呢 加入他们的资料 成为他们的照料人 caregiver 你也可以呢 随时来参阅他们的健康记录 健康体检 还有接种过的疫苗等等 一目了然 是的 不要说我啰嗦 OK 真的体检真的很重要了 这个早发现 早治疗 早安心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安排这个体检的话呢 就赶快行动加入我们的这个计划 好不好 所以大家真的 老人家不要让年轻人指你担心你 那年轻人也要注意健康 不要等于有什么事的时候 让老人家来照顾你 好不好 大家一起配合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谢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谢谢 好 两位美女 雅慧 还有玲玲 帅哥 俊雄 谢谢 当然还有我们的 Dr Sam 她越讲越放松 我们就结束了 明白 真的 谢谢 好了 我们就后会有期 也谢谢李莲 谢谢主持人学 谢谢华哥 谢谢各位 拜拜 祝大家身体健康 做个好梦 原来这样方便 有个大便的 我都不知道原来是 差八次的 以前是一个罐子 然后有个大便在你 对 有个大便在你 因为那时候的大便 很多人给很多粪便 他们怕验不出来 他们怕验不到 对 我们配名小 比较准 对 可是在开那个的人很辛苦 想想他每天都要闻这个 所以最后他闻 这个肠有问题 这个什么有问题 直接动 对 原来这么少就够了 很少就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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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